今天讲一则英国威士忌新闻 根据Besney Brown的Whisky Mac的报道 宾巴威士忌厂老板已在伦敦被捕 放心,不是威士忌的质量问题,而是个人问题 原因是宾巴威士忌厂的老板原名路卡斯·拉塔耶夫斯基 祖籍波兰2004年因为枪吃犯罪,畏罪潜逃 来到伦敦躲了整整20年 化名达纽斯·普拉哲夫斯基 在2015年,他与其他人联合创立了伦敦宾巴威士忌厂 质量口碑很好 根据Nine West里的描述 去年更是在苏格兰高地投资了又一家新的威士忌厂 丹菲威士忌蒸留厂 目前,酒厂的运作良好 根据声明,两家蒸留厂的所有职责 以转交给联合创始人Eleena以及 丹菲菲的量造总监 麦克·麦克克 在此,感谢Eleena亲自安排的威士忌厂考察 以及两次的威士忌厂的盛情接待 我们不去评价路卡斯的个人犯罪问题 毕竟这是由警方负责的 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是 宾伯蒸留厂原来是一家伦敦精酒厂 然后扩张成为一家英格兰威士忌厂 再然后就是去年在苏格兰刚刚开始兴建的一家威士忌厂 他家引以为豪的十分之一桶八分之一桶威士忌单桶 能否创立新的潮流 我们拭目以待 也就是说有人还在疑惑威士忌的前景如何 有人手上囤着内箱日威生完又跌 正在迷惑的时候 苏格兰威士忌厂的建厂热潮 其实才刚刚拉开了帷幕 我们不断发现很多英格兰的某些威士忌厂 正重新返到苏格兰新建或复兴新的威士忌厂 这就是威士忌的状况 好,关注CV 我们探索独一无二的威士忌历史 和前年的威士忌新闻 让您享受威士忌本质和争执的快乐 See ya